一天不能吃太多鸡蛋,小龙虾浑身都是寄生虫,不能吃,这些养生常识是真是假,你中过招吗? 下面咱们就说说这些生活中容易一入坑的小常识。 01,一天不能吃太多鸡蛋,很多人都认为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,吃多了,也不能吸收,认为蛋黄中含有比较多的胆固醇, 过多收入胆固醇和饱和脂肪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,然而实际上,鸡蛋有益的方面还是主要的, 它的优质蛋白,各种围炎成分,并不存在多了不能吸收的问题, 而且,已经有科学证据表明,心血管疾病其实和胆固醇并没有多大关系, 所以,与其担心吃多了鸡蛋对身体不好,还不如担心母鸡来不及下蛋了。 02,小龙虾浑身都是寄生虫,不能吃,有传言说,小龙虾浑身都是寄生虫,不能吃。 下渡我赶紧吃了两个小龙虾压压惊,目前市面上我们吃到的小龙虾,大多来自人工养殖, 相比野生小龙虾已经干净很多了,即便是这样,仍旧免不了受到被吸虫之类寄生虫的感染, 但并没有到不能吃的地步,只要牢记,你千万不要生吃。 不要食油味煮熟的小龙虾,二不要吃死掉的和热制米烂的龙虾, 三虾先要处理干净,四龙虾要先有炸,再用杯水连续跟温饱煮至少十分钟。 第三,吃豆腐会让男人变娘,女人哗啦,这完全是不可能的。 豆腐中的雌激素,也就是大豆义狂童,它是种植物雌激素, 对于人类有着微弱的效果,微弱程度大概是人体雌激素的一百分之一,一千分之一。 它是帮助人体雌激素稳定的调节器,体内雌激素水平不足时, 它能稍微弥补一下,过高时,它会稍微预制一下, 所以,豆腐是可以吃的,完全不用担心,临死。 早上吃姜剩深糖,晚上吃姜刺体霜,这句谣言很多长辈真心不疑, 但其实,不论早中晚,生姜还是那个生姜, 营养成分怎么会发生变化呢? 而同样的营养素,怎么会早上对人体有益,到了晚上就变成毒药了呢?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姜主要还是作为调调使用, 不管是早中晚,只要烹饪需要,都可以放心地使用。 第五,奶白色的糖分有营养,其实并非如此。 之所以汤能变成奶白色,是因为多了脂肪, 汤中的蛋白质包在了脂肪力外边,均匀地分布在水中, 就在生物化学上称为乳化,由此发生了光的散射, 这样的汤看上去就有了奶白色的视觉效果。 不过,很瘦的肉消不出来白色的汤呐, 必须有脂肪帮助完成这种乳化, 而且脂肪越多,乳化颗粒越多,越容易熬成奶白色的浓汤。 如果想喝营养成分高的汤,最好选清汤, 特别是清汤冷了之后又凝固出来的冻泪, 说明这种汤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高。 06,晚上不吃饭体能减肥,又对身体好, 气了你就输了。 不吃晚饭可能会减肥,但同时会耸害身体脏气的机能, 尤其是肠胃,适当合理的晚饭有益无害。 其实在一间三餐中,晚饭也是相当重要的。 此外,需要注意的是晚饭要吃, 但是不要多吃,要适当地吃。 所以,如果要减肥的话, 在晚饭的时候,不要吃一些过于油腻的食物。 最好以清淡为主。 07,隔夜菜就要消化颜,会致癌。 抛开剂量含毒性,都是爽流氓。 隔夜菜与蔬菜种类的不同, 在保存不当,存放时间过长的情况下, 确实可能产生亚硝酸盐。 不过,亚硝酸盐本身不是剧爱物, 只是会与人体涉入的其他食品、料品、 残留农药中的刺激氨反应青春剧爱物。 亚硝氨,实验表明。 隔夜菜虽然亚硝酸盐含量略有上升, 但含量实在有限, 对人体健康并不会构成实质的影响。 不过,隔夜菜还是要少吃, 因为它的营养损失很大。 淋巴,白皮鸡蛋更有营养, 往上有传颜色, 是为饲料的鸡生出来的蛋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 但和的颜色来自鸡蛋在母鸡生直到那个最后一个加工过程, 此功上皮分泌的色素均于涂抹在白底的蛋壳上。 具体分泌什么色素首先取决于母鸡的基因型, 并不能决定它是散养、放养的土鸡所生, 还是规模化饲料饲养的商品鸡所生。 而且在蛋壳颜色形成前, 蛋里面的物质就形成了。 所以,蛋壳的颜色并不会直接影响鸡蛋的营养成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